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刚接触健身的朋友 尤其是男生啊 很想把胸练大 也很羡慕看到那些穿衣服胸膛特别挺拔的人 就会赶快跑到健身房去把所有练胸的器械和动作都做一遍 I can do this all day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 所以非常理解 但是在你刚开始练的时候 基础的自重训练其实就能帮你增加不少的肌肉量 而且可以通过增加组数和次数提升训练的强度 让你胸部肌肉度过它的新手期 那今天呢 我设计的这套在家就可以用的自重训练方法 包含了四个动作 全方面的锻炼到整个胸部肌群 不需要任何器械和重量 木制服务称的手把的选用啊 完全取决于你手腕的舒适程度 如果没有的话 徒手称力也没问题 对了 更练部分在第二趴 那我们快开始吧 第一项 上斜贵子服务称 两组 每组十个 把普遍偏弱的胸大肌上侧训练放在第一项 给它最大程度的专注和努力 上斜贵子服务称的难度 不会像标准的上斜贵服务称那么大 而且用柜姿缩短了力距 增加了动作的角度 让你胸大肌上侧更集中的发力 第二项 标准服务称 两组 每组十二个 第二个动作 我们从胸大肌上侧 过渡到整个胸大肌 更偏中间部分 整体提升胸肌的厚度 做标准服务称 更强调下方式肩胛的后收 以及保持抬头向前看的姿势 手肘贴近身体45度 控制着推起和下放 而不要使用爆发力 爆发力我们之后会在其他的训练视频当中讲到 第三项 贵姿窄具服务称 两组 每组十二个 贵姿的窄具服务称 可以更多侧重刺激胸大肌的下侧 最好是先在膝盖处垫一条毛巾 双手窄聚 与肩同宽 挺胸 沿胸大肌下沿 撑到地面 手肘贴近身体两侧 收紧腹部 同时保持正视前方的姿势 感受胸大肌下侧的挤压 第四项 单侧侧身佛称 两组 每组每侧八次 最后一项训练 我们针对胸中缝进行最后的刺激 首先两手标准佛称的距离 伏下身 把重心压到一侧的手臂 并稳定住 另一侧手 胸部发力将身体向斜上方推起 手臂推起的幅度取决于胸中缝的挤压感 但一定要记得沉住肩膀 不要让肩膀前竖过多参与 完成今天的训练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推荐每周进行一到两次的胸部训练 四周为一个单位进行突破 也就是说每过四周你都需要有次数或者组数上的增加 比如说这四周你上斜跪姿佛称的数量从2×10 逐步提升到2×12 那之后的四周就需要从2×12开始 并试着增加一组1×8 再之后的四周 逐步把第三组的1×8也做到12个 那这样的话 12周你就完成了一个从两组10个 到三组12个的训练强度突破 过程需要时间给自己12个星期 我相信一定会有改变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别忘了一键三连 既然会是对我非常大的支持 那我们下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订阅